文華東方最近在巴黎島開了第一間私人的莊園 我帶同團友來這裡過了四天的假期 除了文華東方我們還去了很多地方 包括Bugari Resort 這個是現在巴黎島最貴的resort 當然環境很美 野食都是超貴 一天就是游一下水行一下沙灘 好客氣的行程 還去了Sixcensus Resort 這個是因為何超年在這裡結婚 而響明華人圈的 我們在這裡又喝了一個下午茶 看著日落 我自己還設置了這個Time-lapse 拍著日落的Magic Hour 然後第一晚我們是吃Poo Sight的BBQ 有龍蝦、海鮮等等 一直在欣賞中秋的圓圓 突然間後面開始放煙花 就變成我們的座慶節目了 第二天早上我請了一個來自紐約的瑜伽老師 巴黎最出名的瑜伽老師 教我們團友在Poo Sight做Yoga 我們這間酒店看到下面很多人在玩滑浪 因為巴黎島是很大浪的 追月了是第二晚來的 我們的團友是一個拿了藍帶的大廚 今天就煮了一頓有健康又好吃 很漂亮的飯餐給我們吃 我們走完這個皇宮 現在就去市集購物了 最想不到在海神廟那些猴子 搶了我們團友的眼鏡 搶了手機 很驚險 終於拿回團友的手機了 你知道是經過幾複雜的程序嗎 很快啊 這是作為巴黎島最貴的酒店 每一道菜全部都過一百萬均 一粒朱古力 賠港幣也要二百元 剩下椰青皮 Curry 是不是很浮誇 這是早餐的Hol Sum Bo 看著這個景色 第三天我們就去Ubu 是這間花園的泳池餐廳 吃午餐 不過呢 巴黎島現在很失車 由早到晚都失車 我們去到Mansion已經到晚了 是一間燒烤餐廳來的 團友相當滿意 夜吃 我們現在食品都在開餐 沒有環境 開開心的時間零食飯 又到了拜拜的時候 Wel級到Rodfistich Wel級到Mansion Orengbun exclusive home 謝謝 Bye-bye 謝謝 嗨 再見 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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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